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們回到電影有讀第三百二十集 《橋島飲吹》系列 講到吹,吹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調查吹其實代表吸毒 這樣做甚麼? 很棒 你不要亂認 吸毒的戲好像很棒 即是如果講到吹,講到吸毒 其實有一套片其實很代表到 那時候華人吸毒的文化 因為香港怎麼來呢? 其實都跟南京條約和鴉片煙 香港的鹽 是跟這些有關 跟這些有關 就是吸大煙 即是吸鴉片 有一套大家一定會看過 一定會知道的 就是煙脂扣 其實它裏面就講 煙脂扣其實就是講那個 那個大煙那個 裝的大煙 其實裝鴨皮 那個高 那個叫福壽高 有些叫福壽高 這裡就很經典 張國榮和梅艷芳主演的煙之球 那裏面也都講到 他那時候那個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那時候那些 在唐西 他們那個文化 即是他也都有嫖 因為梅艷芳飾演是一個妓女 那裏面也都他們是 那時候的妓女不是好像現在那些 即是有錢就跟你有交易 即是可能要 要追的 要追 是的 要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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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柯尿社》 國界 現在是《柯尿迪思Noir Sirpa》 一開始 一開始 這個是 最後一場 已經隔了若干年之後 即是終於找回他了 從五、五幾年到八十年代的一個穿越時空的鬼片 終於找回他了 講開張國榮 你好像一定要講蕩 你很有興趣 我一炒一炒 原來說嫖倒飲吹 但我發覺以前還有講法是嫖倒飲蕩吹 蕩其實是怎樣蕩呢 難道是蕩千秋嗎 原來講一些浪子 沒有跟的人 永遠不負責任的 我當然想起阿飛正傳 應該先想起阿車佬 你叫蕩購 不是 浪子 螢幕之中大家應該印象深刻 張國榮做過《阿飛正傳》 真是你以後想起浪子 還有春光炸雪 都是那種 永遠好像很不羈好聽 但其實很負責任的那種 即是雷先講 即是負責任 完全是一個 整體就好像很瀟灑的角色 以前的人就稱為蕩 但是當然阿Sir也有男的 當有女的 當女的 其實誰都是 其實你說 滿姐做當女 他都有當女的經營 其實徐少強那些武俠片 都是 即是沈聖伊奧 或者天賊 其實都是當女的 如果你說 所以剛才講開喝 其實剛才一講 我就想起台灣作家古龍 即是他真是以喝出名的 亦都是 他裏面的角色幾乎 每個人出場 又是一定是喝很多酒 是很飲得那種 那給我們的感覺都是 即是像我所說的 即是很多武俠人物 都是很少說他不能喝的那種 即是除了武功好之外 還要酒量夠 即是一去到客棧 打了幾斤茅台 是的 不能走 亂語不行的 我經常想想 怎麼搞呢 那一程是怎麼搞呢 即是水都喝不了 怎麼喝酒呢 即是感覺上 不走江湖 你不懂喝酒 所以你會發覺 原來好像這幾種東西都掛勾了 就是原來 即是 剛才講其實 武俠那些人 其實都是盪那種 因為他都是周圍流浪的 會是 但是 所以剛才老師一講 《東邪西陸》 當然是 《東邪西陸》 又想起他 即是 你做那個 要做客棧老闆 是的 即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 即是這些就是所謂盪 但當然我們現在看 就好像很浪漫的東西 但其實以前的人來講 即是一般當然是 正經人家 當然是希望你安安穩穩 沒有周圍什麼的 即是認識你之後 接著我就走了去的 但是發覺很多以前的一些 一些故事或者電影講浪子就是這種 那我也是認識完人就走去的 是不是你也是 認識完人就走去 認識完再認識完再走 OK 那這個就是 即是我發覺 可以接一接下去的 我們現在差倍的了 但你說是否跟著一定是吹 這個我又不清楚 即是為何那些人不會 即是會做這個事情呢 剛才說 都不是說 經濟能力 隨便可以負擔得到的 剛才說 即是又要銷錢 又要成的 是的 所以往往就是因為吹 所以搞到家破人亡 就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 其實是有癮的 即是例如說吃鴉片 所以他們後來搞到都是不行 家境有問題 那如果說到 例如說 關於吃鴉 吃毒品呢 其實有一套很經典 就是《門徒》 那這個就絕對是寫實 因為剛才那些人很浪漫化了它 但這些 這套我看到很害怕 這套 簡直覺得很棒 這套我想拍過的時候 有幾個樣東西 就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 他的研究是很細節的 研究的細節到是 他連那些 即是他立刻看他講 牛德華拿出來說 聯合國跟他講這個市場數字 那這些就是 其實他可以拍這套戲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種毒品沒落 其實你沒落才可以拍到 即是拍出來 因為現在正在升上 沒有人讓你拍 是是是是 那他真實的例如他 打針 即是打針 怎樣叫做 吸取百分 即是如果大家看完之後 這套其實 這個很久之前已經是 即是有這個 沒有那麼細節 這套戲拍完之後 如果大家有心去看 即是不要吸毒 這套是最重要的 因為 你發覺吃百分很麻煩 他勸給大家不要搞 要找水開 接著要弄溶 水那些還要找梳打水 我問我才清楚 我問你 接著又要針筒 又要整個 你是不斷膚子自動 還要針筒可以一炸 整條葉冠出來 那些專業護士才行 所以我講的 現在總是 出口琴 出口琴 出口琴是 最初是 追龍 是最初你吃的時候 沒那麼忍心的時候 即是 初期就這樣 初期就是這樣 你也要追著 你一條尸 毒癮再深一點 可能要打針 其實這套戲 看完一半都知道 第一 他告訴你 為何粉會這麼稀 其實很多關於《讀品》的影片都有講,因為他們成本問題,現在要賺到盡量 但是那個是在這部電影裡面講得很清晰 以前這些,可能只要講一段,起碼他不會告訴他怎樣打 打針其實在外國的影片都不多 即是他不敢拍得那麼細緻? 不敢拍得那麼細緻,因為你真是很誇張 即是鼓勵人教壞怎樣做 他有一幕是說吳彥祖打進去的時候,他後面那個感覺,他拍得很真 即是那種感覺,如果你吃過白粉,你會知道那個人那種 因為有朋友跟我講,他就沒有 即是我說這個是二東星導演的一個好的地方 他經常都可以拍到一些很…他未必經歷到,但他感覺出來不同 你覺得他真的曾經做過很多的… 資料濕濕,是的 那他不單是講那些急毒的那些人 他又講主要是劉德華做那個買家 即是整個毒品市場怎樣運作 那裡都講得很細緻的 亦都有講到金三角的起源 為甚麼會有一班這樣的…一班人呢 即是台灣那些危棄了軍人,為了生存 所以在一個剛剛三不管的地帶 他們唯有就是種毒品來賣到錢 否則都很難生存下去 其實那時候他們那些都未… 即是叫鵬叔,我的程度都還不錯 不過你拿了來跟著,將他提議變成為毒品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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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在某個程度就好像做了第一層的… 我當是一個龍武而已 即是… 那部份就好像容易解釋些 那部份就是… 但這部戲裡面對… 那部份就是張靜初的歌曲做得好 對,做得好 即是整部戲裡面各個都… 整部都很好,很棒 即是好像有一點點裝 他們平時自己的造型好像不是那種 即已經完全… 即是… 即是造戲 即是去演繹這個角色 對,對,因為譬如說 即是我印象中那時候,劉德華都不是那麼多店 這些那麼… 我可以說做反派 是的 這個是很少的 是的 即是… 即是… 其實耳東昇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找一些演員可以怎樣可以… 說服到他 即是… 即是這部是劉德華做反派 例如另一套… 失速事件裡面,成龍是死了 嗯 在成龍的電影裡面,成龍是唯一死了的戲 就是這套失速事件 成龍不會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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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這個就是… 又好像級數不同了 因為剛才說,即是吃鴉片那個 就好像有很多那些儀式 那些那些那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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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吃鴉片是一些… 舊一輩他們吃的毒品 是的 而這個是… 海樂鷹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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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好像去到後期 即是你知道現在可能有些… 現在其實還有的 但是… 如果真的… 海樂… 因為… 麻煩 是的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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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些是混合其他東西的 我們再… 這個… 專題再講 因為我們… 你不是預備了一個… 這個是很厲害嗎 會不會… 這個很厲害 這個… 這個… 這個真的不用那麼複雜 但又吃到之餘 這個其實超能殺機 是 說… 除了亞洲電影之外 亦都有一套 她吃… 不過她又在亞洲拍的 是 亞洲拍的 是 亞洲拍的 是 那麼… 女主角呢 其實她在講 她… 她是一個… 食… 用家 她為了賺多些錢來買 那麼…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出現 她做了一個帶家 就是把毒品帶去… 帶去… 帶去其他地方 賺些錢用來吸毒 而… 發生意外 就是說 那些毒品呢 她的新的毒品呢 在身體裡面爆了 誰知道 就是… 她說到很有… 很神奇的 就說 直接有超能力 即是照樣是一個死人 是的 即是你頂得住 就變成X-Man 是的 變成X-Man 好像有超能力 她是頂得… 她是變成X-Man 她真的變成X-Man 她真的厲害 變成X-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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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也說到 即是新興的毒品 和我們所說的 即是那些 譬如說怎樣去帶貨 那些… 究竟她是一個很國際集團的形式 即是變成X-Man 現在新興的毒品 就很簡單 即是當軟仔 這樣爆了 這些是科幻一點的 這個科幻一點的 嗯 但她很有趣 即是她想探討 本來人的潛盟 怎樣開發 反而是覺得探討人的潛盟 我多一個她講的毒品 但她最有趣 就是選擇這個 因為人類毒品 其實最早期 就是打算要開發人類的潛盟 嗯 最主要開頭的是這樣 而且是藥物來的 對 因為以前英文是drug 沒有分話 又沒有毒的 只不過說我們後來 可能香港她本身想禁毒 drugs 其實如果是藥物 通常是med的 那又會良好些 drugs是講大為的 但通常你一說 take drugs 大家明白的 我覺得最好就是 當時香港政府很厲害 就選擇了一個譯名 就是用毒品 即是靜港人類很毒的 不是香港政府說的 其實很早之前已經說毒品 是 我們香港人對 就是華人的毒品 是一種很表面的東西 就是我們不會用毒品 是inspire到 變成另一個東西出來 就是例如 這麼張揚 這麼張揚 對 這麼張揚 對 這套電影 就是我們大家堆完之後 就想出來的 那不會的 不如我們說輕輕一點 即是 催不一定是講毒品的 也都會講煙 例如有一套叫 致名與春嬌 很明顯他們因為去打火鍋 什麼叫打火鍋呢 這個因為法例的時候 是嗎 形成過 形成了一族人 是要在對著 對著法桶 隨便吸煙 隨便吸煙 找到一張圖 有 上面 所以就叫打火鍋 打火鍋 即是圍著 好像 這個 看不到爐 這個 垃圾桶這個人就遮住了 是的 看到一個桶 這個 圍著打火鍋 那這樣 就是一堆人在那裡吸煙 因為 現在有 即是那時候有條新的法例 不可以到處 不可以在室內 室內那邊 他們唯有出街 出街 當然要找個垃圾桶 不是待會被人捉 又說丟垃圾 丟垃圾 所以就有這個出現了 接著 這套電影其實 是由一個打火鍋 引發一個戀情出來的 嗯 而這套 《致命與春嬌》 總共拍了三集的 《致命與春嬌》 《春嬌與致命》 《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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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他們兩個人之間的 那個 戀愛 但認識再打 95000 好的 說到後裏 其實他們也很貼地地港 即是他們不同 去到後期 他們不一定要上大陸做事 甚至因為工作方面 因為中港兩地 才能令他們分開 看來但這些 一些矛盾 是的 還要到後期 除了這個之外是一套近期 但等他上的電影 你現在沒看過 沒看過 只有老師看過的 就是《手捲煙》 你看過 是呀 是呀 《手捲煙》 是 這些是金色的煙 這些 是呀 他的世界來的 這個是《手捲煙》 這個亦都是吹 是一個關於 即是吸煙 吸煙的東西 這個《手捲煙》 可不可以再講一講 除了上次講的 有什麼 這個是林家棟 都拿到一個金馬獎 提名的一部電影 那《手捲煙》 這個故事 如果你去看的時候 他就說了 有一班以前 就在英國的那些 即是 香港的邊境 那些做巡集的 一個穿山甲部隊 那些部隊 但是 舊出之後 全部都散了 就沒有了 然後他們 就是 大家進去做自己的那個 做自己的那個 找回自己的那個工作 那樣 但是他就有一種習慣 很喜歡吃這些 手捲煙的 容易的 就買煙鹽 這些就是你熟的 用煙鹽來做的 我也是有人教的 手捲煙 那這些手捲煙 它裡面 就有一種很老的味道 這些味道 就是裡面 就變成了 一個世界 就是他們 就是他們的 就是這班人 就好像已經 慢慢說 已經被人遺忘了的 一班 一班老 那他們的那個世界 那整部戲 你會看到 就是這個童演 就是他的第一部 但是對於港產片 裡面的那個世界 就等同於 好像 就是它裡面的那種味道 就是好像這種手捲煙的 其實手捲煙就是 現在那些 那些現在的 萬寶路的煙製 之前 就是以前那些 舊一代代 舊一輩的人 他們自己想吃煙 就要自己手捲 其實會不會就是 就是 影射 就說 就是他們 手捲煙已經 好像以前 舊一輩的 過時 不是那麼多人 變成好像 跟他們的身份 很有關係 就說 他們的身份已經 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過了 那是不是有這樣的含意 有的 他又想的 今時今日 2019 2020 那時候 就拍的一部電影裡面 話說少 就是 將這個手捲煙的 這個世界 都反映了 香港 好像 其實有一種煙的味道 嗯 去到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這種 味道 都被人家 亡壞了 開始燕燒雲散 開始燕燒雲散 說到這樣 真的很有感觸 燕燒煙滅 這樣 其實 剛才說的這個 嫖到飄倒飲催 到最後 其實都是說 一些 物欲 即是一些貪 即是 例如說 在佛家來說 一些癮頭 貪、親癡、萬宜 這些 其實 只是一些 是一些 是 引 引來的 其實 即是說到最後 喂 這些只是一些 很虛幻的事情 大家其實可以想一想 喂 這些所謂的 嫖到飲催 是不是真的 那麼重要 還是說現在我們 現在身處這個環境 那 有些事情更加重要呢 你可不可以做到 這些 斷寫來 嗯 這些嫖到飲催 我是完全沒有問題 你沒有問題 我寫了很久了 你好 我寫了很久了 你這樣說 我和你剛才之前說的 那些都已經有問題了 這些事情我記得 很多時候 一說不好之後 那些人是需要 戒的 就是這些事情 嘩 這些事情 我真的說戒是戒的 戒什麼 戒煙 那我更厲害 即是 放下包煙 就真的不吃 到現在 那我戒買不戒吃 你戒買不戒吃 你戒買不戒吃 你現在還可以吃嗎 沒有人請我 喂 喂 你先道理 我們今集會這樣說 我們今集會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今集要加掌指引 全部都要 我們下一次已經過了一年之後 看看會不會 我們可以看到 戲院開番 可以看到 很多人會 不要說那些壞事 他年初六都會 繼續 即是要 close到現在 已經 close到年初六 對 究竟初七人一 我們有沒有氣體呢 這個就是後來之之 是 好的 我們今天 都希望大家 團年 拜個早年 祝大家 身體健康 祝大家 不勞而往 才識兼收 對 戲院開番 大家去戲體 拜拜 拜拜 拜拜